10月22日,乐佳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举办宣讲会的视频,大方谈论父母分手方式对孩子的影响。 47岁的他当天打扮朴素,台下坐满了人,仿佛回到了以前当主持人的时候。 据说,乐佳近日在四处举办演讲,靠宣讲会赚钱,现在靠演讲赚的钱比以前当主持人的时候赚的还多。 看来,虽然乐佳现在已经不再当主持人了,但生活依然过得有声有色。 多年前,乐佳凭借在相亲节目《非诚勿扰》里的出色表现成名,他言辞犀利一针见血,人气迅速飙升。 但因为火爆的性格,乐佳也常常引起很多争议,比如在录制超级演说家时,乐佳居然当众发酒疯,不断爆粗和鲁欲护喷,也让在场的金星等人都十分不满。 之后乐佳渐渐沉寂,很少再有主持工作,如今他靠演讲吸金无数,也算是重回正轨了。 你们知道乐佳曾经在节目里发酒疯骂人吗?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们吧。